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鱼儿 你把这个手机拿上 方便联系 我把教官留下的车加满汽油 鱼儿上车 系上安全带 出发了 咱们这是要去哪啊 我跟你说啊 鱼儿 老教官去世之前 特意训练咱们开车 就是为了参加镇子里的老王杯汽车拉力赛 老王的汽车拉力赛 我只听过没参加过呀 怕什么 有我在 小小拉力赛不在画像 做完来远 我要加速了 必须尽快赶到比赛现场 裁判啊 那个姓辉的选手还不到来 是不是就可以判定我为冠军了 再等五分钟 不用等了 不用等了 我已就位 很好 人已到齐我 简单说明比赛规则 此次比赛项目是汽车越野拉力赛 从城镇出发 将会穿越 村落 河流 好地 高山 全程100公里 两位选手 同时出发 谁先返回到此地 就是冠军 冠军将会获得老王别墅一日游的奖励 我去 从来都是听说过隔壁老王 没想到还有机会去老王的家看看 不赖不赖 不赖 由于特殊时期 人手有限 这位育儿姑娘请你当发号员 比赛开始 现在画面切换到选手第一视角 哼 我为了这场比赛 训练了三年半 一定会胜利的 你可以自信 但是你必须承认 天赋比努力更重要 我只训练了三个小时 走着瞧 鱼儿 给我汇报情况 收到 回哥 目前你们刚刚出发 马上就会离开城市载道 想粗落不小时去 请保持耐心 收到 我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只要保持下去 第一个出城 就能占据有利路线 哼妮想得美 出了城才是我发挥的时刻 两位选手 车速太快了 现场的观众直呼受不了 后面赛程我相信一定会很精彩 成了 我是第一个出城的 接下来保持专注 鱼儿 有什么情况 及时汇报 前面的弯路就是超车的好时机 看我的 回哥不好 他要穿越丛林 我去 他不按照规定路线行驶 这是犯规啊 不犯规 在拉力赛中 适当的捷径是允许的 好 你个裁判 偏心眼啊 看我怎么抄出去 前面就是草原地带了 会和注意地面生还 哦 放心吧 鱼儿 我不能在这片草原中落后 实在是精彩 这场比赛虽然只有两人 但是专业程度令人赏心悦目啊 啊 卉哥 前面就要进入小树林啊 收到 小树林里车速不是关键 需要躲避大量数目 不能让车停下来 哦 鱼儿 这是最后一个回程赛段了吧 没错 卉哥 你要保持住领先位置 没问题 前面就是直线道路 只剩一个弯道了 他没有机会 哦 看我的飘鱼 我去 被抽了 哼 你说定了 恭喜红车获得第一名 但是你必须承认 天赋比努力更重要 为了比赛的公平公正 我要对选手车辆进行检查 看看有没有在路上进行作弊 您随意 我是靠实力取胜的 我宣布 红车选手 因为比赛用车 没有使用赞助方的老王牌汽油 存在违规行为 取消冠军资格 所以 辉哥 获得最后比赛胜利 我去 什么情况 难不成这就是传说中的 内定